关于外国人留学生报考资格的说明 首先,您需要在本国完成12年学校教育并持有高中毕业证书 拥有以下至少一个日本语能力证书 日本语能力测试N1或N2证书 日本留学生考试日语科目200分以上 商务日语能力考试400分以上 在日签证为留学,并在日本语学校学习至少6个月以上 此外,我们还认可其他资格证书,如有疑问,敬请咨询 接下来为您说明入学考试的相关事项 入学考试分为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 留学生一般入考两种 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针对在日签证为留学 并在日本语教育机构就读中或已经毕业的考生 或者在日签证为留学,并在日本的高中就读的考生 参加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的考生出其率需在90%以上 留学生一般入考针对无法参加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 但出其率为80%以上的考生 居住在日本以外国家的考生可以参加留学生一般入考 接下来是关于考核方法的说明 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 可免除报名费 首先,需提交个人书面资料 并会有难度相当于日本语能力测试N2级别的日语笔试 拥有日本语能力考试N2以上证书 或日本留学生考试日语科目200分以上 并且有效日期在两年内的考生 免除上述笔试 最后还会有面试考核 考核流程和推荐入考相同 不同的是会收取两万日元的报名费 无论参加推荐入考还是一般入考 东京广播学院的入学考试 都会进行台词展示等才艺考核 请提前做好准备 留学生学校推荐入考为10月到1月 留学生一般入考为10月到3月 居住在国外的考生的一般入考时间如图所示 报考之前请先联系留学生中心 接下来是关于学费和奖学金的说明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办理入学手续时 需缴纳79万8610日元 第二学期为58万5000日元 合计138万3610日元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学期 均为58万5000日元 合计117万日元 两年合计需缴纳255万3610日元 除基本学费以外 入学后根据所属学校专业的不同 还会产生其他费用 详情请咨询 接下来是关于奖学金的说明 奖学金有多种类别 首先为入学手续时可免除的奖学金 东方学员留学生特代生制度 第一种 拥有日本语能力考试N1证书 或是日本留学生考试日语科目250分以上 本校留学生笔记考试85分以上 面试成绩优异的考生 可免除第一学年第一学期20万日元的学费 东方学员留学生特代生制度第二种 拥有日本语能力考试N2证书 或是日本留学生考试日语科目200分以上 本校留学生笔记考试80分以上 面试成绩优异的考生 可免除第一学年第一学期15万日元的学费 还有针对国外考生的留学生扩招项目预约制度 参加6月和11月举行的日本语能力考试 成绩优异的考生将会被推荐申请辞奖学金 申请成功后第一学年 每个月将收到48000日元的生活补助金 除以上介绍的几类奖学金以外 还有其他可申请奖学金 详细内容将会有工作人员进行说明 为您说明报考资料的相关内容 首先需要提交报名表 请填写必填项目并贴好您的个人照片 接下来是报名费支付单据 该资料只有参加一般入考的考生需要提交 学校推荐入考并不需要提交 另外国外的考生因支付方式不同将个别应对 个人简历 姓名栏需和护照姓名一致 并填写全部学历 经费支付说明书 请填写入学后的两年期间 如何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经费支付证明资料 请提交经费支付者的银行存款余额证明 或相关转证记录 如有疑问 敬请咨询 最终学历证明 请提交本国最后毕业的大学或高中的毕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 正在日本语教育机构就读或已经毕业的考生 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请提前向日本语学校提出申请 准备相关资料 持有相关日本语能力证书的考生 届时请出示 另外 正在日本的专门学校或大学就读的考生 请准备下列资料 护照 再留卡 国民健康保险证 海外的考生只需准备护照 居住在东京或附近的考生 请备其相关资料 直接来访入学咨询办公室 远方的考生 海外的考生 请使用邮寄的方式提交资料 护照等证件 请邮寄相关页面的复印件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入学的相关流程 首先 所有报考所需资料准备整齐一起提交 考试结束后 会在七天之内 以邮寄的方式通知考生结果 合格的考生将进入入学手续的办理程序 具体内容为缴纳学费 入学手续相关资料的提交 若入学资料无误 校方将认可考生的入学 并发行入学许可证书 之后进入在留资格申请程序 日本语教育机构就读的考生 因大家的在留期限各不相同 将个别应对 全部的手续办理结束后 在入学前还需来校参加针对留学生的说明会 本说明会预计在三月下旬举行 正式入学时间为四月份 东放学员对留学生的辅导 帮助也十分充实 入学时可帮助留学生寻找住所 介绍兼职工作等 入学后可通过东放学员专用的就业信息网站 浏览本校独有的业界就业招聘等信息 本校生可使用电脑或手机 轻松访问该网站 东放学员各个分校 居有负责就业指导 留学生辅导的老师常驻 有任何疑问可随时咨询 除此之外 为进一步提升日本语能力 还有针对留学生的商务日语讲座 就业指导讲座 为了可以使留学生的各位能够留日工作 我们将竭尽全力 毕业后如遇签证等问题 我们也将会全力为大家提供帮助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